從古至今 交通工具的發明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但人類對於追尋速度的腳步 卻從來沒有停止過 轉眼之間你很難想像 人類只要腳踩幾寸的踏板 就可以進行點對點之間的移動 但男人他從來不是一個能夠滿足的生物 因為他們的血液裡存在了競速的DNA 他真的是一個熱愛面子的動物 不管年輕或是成熟的男人 能夠跟陌生人聊上兩句的其實就是車 換句話說 車代表著男人的一切 如果你是一個成熟有歷練 對事業有期許 對個人有抱負 對家庭有擔當的男人 你選擇的車就格外的重要 但有沒有一款車能夠滿足成熟男人的需求 B&W的Expo & Competition 它就是一款讓男人難以抗拒的行車 一定要趨近於十全十美的車 它到底該有什麼樣貌 首先它要有夠帥氣的造型 就是線條刻畫 你可以感覺到那種空靈 但是它的空力套件又能夠融合動感的元素 讓人一看就難忘 而且也會藉由它的造型 感受到這一輛車的非凡身段 那再來就是它在乘用上的舒適性跟豪華度要夠 就是除了能夠滿足全家人的承載需求 內裝質感一流 會讓你在觸感上 感覺到它就是一輛高級車 甚至還有相當多的科技配備 而乘用空間就是全家高矮胖瘦都能夠舒服的坐在裡面 那在性能的表現上 我認為也要夠癲狂 除了癲狂以外 還要能夠勾勒起你感官的刺激度 就是你在開的時候 除了聆聽咆哮的引擎聲 讓你的嘴角還會不至今的上揚 這些是我認為趨近十全十美車 它必須要有的樣貌 那世界上到底有沒有這麼一款車呢 其實我們今天試駕的BMW X4M Competition 就已經相當接近完美了 坐在X4M Competition的駕駛座上說真的 你會覺得你好像置身在跑車裡面 除了駕駛座之略高以外 因為它的座椅就是一輛跑車座椅 它在劇烈抄駕的時候 它可以牢牢的把駕駛者包覆住 而且你握著它的三幅式的跑車方向盤 它上面還有兩個MDM的紅色按鍵 這個紅色按鍵很像飛彈發射器 但事實上它是進入戰鬥模式的快捷鍵 所以只要輕按開關 你就會隨心所欲的去享受 甚至釋放它的高性能 那在車縫線上還有包括碳纖維飾板上 也都會出現在這一輛高級的跑旅上 尤其它的儀表是採用12.3吋的數位儀表 雖然它的介面是用iDrive 6 但是你會發現10.25的中央觸控顯示幕 它其實功能已經算是相當的多 而且它還有包括360度的環景攝影 跟BMW的一些智能科技 通通出現在這一輛X4M Competition上 而且它還有三區域的恆溫空調 對於空間感就是需求比較大的朋友 這輛車雖然看起來像是一輛Photo Coupe 可是它的行李箱空間 可以從525公升 擴充到1430公升 其它諸如像MPOWER的電子懸吊 還有跑車圍管 以及它的LED頭燈 也都是X4M Competition的標準配備 喜歡開車的朋友 對於引擎的聲浪一定十分的講究 這一點我也很認同 但是我們試駕的X4M Competition 它是我試駕過那麼多車款 我覺得是最棒的六缸引擎 沒錯 BMW的M2 Competition 它也是採用直列六缸Twin Turbo 但是X4M Competition 它用的是新世代的引擎 這具引擎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首先它的氣缸蓋 它是採用3D列印的方式 可能很多朋友會好奇 3D列印有什麼優勢 第一個它輕量化 第二個它可以很好的控制它的引擎溫度 而且它在油底殼的配置上 它是近似乾式油底殼 就是你在劇烈操駕的時候呢 你有會發現它能夠維持優異的潤滑度 那再來就是 這輛車它的引擎的科技度一樣很棒 它除了有近排氣連續可變氣門機構以外 它的雙渦輪在2.3bar的高增壓驅側下 它可以榨出510匹的最大馬力 而且它的扭力也達到61公斤米 61公斤米的扭力代表什麼呢? 你知道Lamborghini的Horacan 它用的是10缸引擎 扭力數據也不過61公斤米 所以這一台車配上這樣的引擎 再結合M-Steptronic 8速手自排 你知道它0到100加速 它可以在4.1秒達成 如果你選配了M-Drivers Package 它的極速還可以上碳到280公里 如果提到駕馭樂趣 說真的一般的BMW就不太會讓人感到失望 尤其冠上了M-Page之後 你會發現它的調校真的很棒 會讓你感受到激情 而且開得相當的興奮 因為這輛X4M Competition 它雖然是一輛SAC 但是它依然有50比50的配重 而且它的四驅設定算是相當的精良 包括它的避震器的調校 它的M-Sports的電子懸吊 會讓你覺得在不同模式下 都有深刻的感受 尤其你即使在Sport的狀態下 你開起來劇烈抄架 你會覺得它的支撐表現十分的優異 又讓我想到當時在美國試駕的時候 那時候教練說開這一輛車 會讓我覺得有媲美M3的感覺 沒錯在賽道上劇烈抄架的時候 因為休旅車的行程還是比較長 所以它的側傾一定比M3來得明顯 但是在一般的狀態下 你會覺得它開起來的確 就像是高底盤版的M3 尤其它的尾管有100mm的口徑 還有兩個電子閥門 所以你拉轉的時候在收油 除了它的尾管會傳來清脆的藍爆聲 全油門驅側的時候 轉速飛奔到7000轉 那種咆哮感它會讓你催化心裡的DNA 而且你在開的時候 它的一般狀態下四驅系統會維持前40%後60% 就是會讓你覺得在沉穩之餘 它還能夠發揮優異的轉向表現 但極限的狀態下 它一樣可以把100%的動力傳到前輪或後輪 所以你很難想像 這是一台跑旅 但是它卻可以很癲狂的發揮它的操控性 尤其你只要駕駛的膽識足夠 你把動態穩定系統關閉 出彎補油 你會發現這輛車居然還可以甩尾 這過去在SUV上是不可能出現的 即使是四驅系統 它也會因為動力分配的問題 讓你覺得有點卡卡的感覺 但是X4M Competition 它卻可以很優雅 而且流暢的 讓你感受到那種操控的激情 尤其越犀利的操控 在開的時候 你會取決到更高層次的那種亢奮度 X4M Competition 它是一台能夠襯托成就成熟男人夢想的車型 我相信有些朋友一定會覺得納悶 這麼一款跑旅 為什麼它獨少了ACC這項配備 但是說真的 我覺得駕馭M Power的車款最重要就是享受那種駕馭樂趣 所以半自動駕駛輔助對我來講反而不是重點 而且你只要開著它征戰彎道 說真的 你會愛上那種操控俐落感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這個過程中 你會多了一點優越感 那個優越感是什麼 就是一輛跑旅 它居然能夠營造媲美跑車的那種操控性能 尤其你只要把窗戶打開 內著直列六缸TWIN Turbo拉高轉速的那種咆哮聲 會讓你開心的流出耳油